十六十七歲也能領取成年禮 太棒了吧 學弟妹們不要錯過了 太棒了吧 精彩舞台劇宣傳青少年的大福利 文化部在去年首度發放的文化禮金 要常態化了 而且今年年齡資格再擴大 從十八歲降到十六歲 還差第一天打開APP助能禮 早知道就回到十六歲的時候 我還可以來利用這個文化禮金 跟大家去欣賞一下年輕的時候 我們當時真的是沒有文化禮券 所以要去看一場電影是多麼困難 要女朋友去的話還要買兩張票 外孫女她現在在念高二 一聽到說Oh my God 她現在可以開始領到了 她在開始很開心 連行政院長陳建仁都好羡慕 因為看電影 舞台劇 買書都可以 一千兩百點由政府買單 年滿十六歲到二十二歲 近一百六十萬人都有資格領 還推出了電子支付 文化部更提供平台 讓企業和社會人士有機會 透過文化幣回饋母校 推動文化ESG 去年在意後特別預算裡面 我們獲得行政院成員長 內閣給我們支持 開啟了十八十九二十二一的 文化成年禮籍的政策 那實施以後呢 事實上反應非常的好 我們已經有將近八成的使用率 在今年就把它常態化 而且擴大到十六到二十二歲 也就是說一生最多可以用七次 投入二十億預算 未來將年年發放 要讓台灣的孩子 從小就打開文化視野 民視新聞傳染蘇玉森 SNG小組台北報導